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真实现状,我们收集当下中国各个阶层的声音,通过他们的语言讲述自己的境遇,为大家展示一个不同于新闻联播的中国现状,感谢您的观看,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从一个三本学校考到了一所川内的211,然后从延尔开始考工期间也包含参加了一些人才已尽的面试,直到现在也没有上岸。 那最近呢,因为我爸爸出了一些事情,可能会影响到我之后的政省,所以可能导致我不能再继续考工了,我也决定放弃了。 然后昨天打印的一些资料也准备过几天把它卖掉。 那我就来讲一下我这些年的一个历程吧。 我呢,出生在四川大梁山一个贫困县的农村,家里可以说是比较穷的。 爸妈非常的爱我,挣钱也非常辛苦,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在人生的选择上, 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给我任何的建议或者帮助。 或者说我上大学之前,我身处的环境一直是一个物质和精神都非常匮乏的环境。 所以我感觉我对很多事情的认知都是在经历了很多挫折,也就是26、7岁之后才慢慢有的。 后来呢,我高考是失利了,所以作为一个理科生,然后稀里糊涂的去选择了一个文科专业。 上了大学呢,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三本吧,所以整个学校的氛围就是考研。 老师当时也告诉我们哪个学长学姐考上了研究生,毕业之后去了哪儿来哪儿。 那个时候我也会因为我的学历而感到自卑。 我感觉只有我考上了研究生,我才能改变我贫困的一个状态。 因为太想完成所谓的逆袭,所以我的一战和二战都选择了是去考一个外省的985。 但是很不幸,两次考试都失败了。 二战失败之后呢,由于经济的压力,我放弃了考研。 我开始去尝试找工作,我当时也是偷了好几百分的潜力。 最后发现我只能去要么做英文科服,要么去培训机构当老师。 然后我选择了后者,我就最后去了成都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培训机构。 白天上班,晚上和休息日考研。 最后我终于考上了一所川内的211。 我当时真的天真的认为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找工作会比较顺利, 最差也能够去省会城市的私立学校去当老师。 这样的生活感觉也还不错。 但是真正到我炎二开始秋招的时候,现实再次给了我狠狠的一棒。 我投了各种各样的企业、学校,然后期间也在考工, 也参加了四川省各个地方的人才引进。 因为我的专业是英语嘛, 企业是真的没有太多我能够投的岗位。 然后考工我也只能要么选择三不线, 要么选择非常卷的大类的岗位。 然后去学校的话,英语学科也是最卷的。 我拿着我的英语专业八级优秀的证书和高中教室资格证的证书, 也没有通过这个学校的建立。 因为可能我们省会城市这边的学校是非常看重低学历的。 然后我第一学历又是三本嘛。 所以在研究生毕业的那个秋招和春招整整的一年的时间, 我基本上是一个offer都没有。 然后在快毕业的时候, 我终于拿到了一家成都国企的职能港的一个offer。 工作内容是和我专业完全不相关的。 因为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当时也觉得国企也还不错, 然后我就去了这家公司去上班。 工作一年, 我渐渐发现国企的文质港是真的需要非常高的情商和交际能力才能做好的。 那我因为从小家里父母关系不好, 再加上小时候因为身体不好和家庭贫困的原因, 曾经遭受过老师和同学的校园霸宁。 所以我性格一直是比较内向比较自卑的。 所以我很快就产生了离职的恋度。 我发现这个工作不适合我。 其实当时也是一直白天上班, 然后晚上和周末考工的一个状态。 其实也是有见过面的,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能上岸。 我本来是打算上岸之后再去提离职, 可是到后面真的觉得精神压力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忍受不住然后离职了。 在这里我真的奉劝跟我一样性格内向并且自卑的姐妹尽量不要去做职能岗, 尤其是国企里面的职能岗, 因为这个真的会让自己非常的内好。 从国企离职之后呢, 我后面去了一个私企, 也是类似的岗位, 也是同样的内好。 可能有的人会问我为什么不转行, 其实我有想过转行, 但是当我真正的去投简历, 去面试的时候, 我发现设招真的太看重工作经历了, 所以第一份工作真的非常重要。 找工作的一些挫败也让我发现了一个残忍的一个事实, 就是好像对于我们这种大宁农村文科女, 好像最好的归宿就只有考工了, 所以我把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考工上。 然后今年也参加了四川的省考和事业单位的考试, 事业单位的话省数和师数都是有考, 然后最后都没有经验, 而且成绩比去年还要差。 后来我转站教室边, 查到成绩的那一刻, 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是有一点欣喜的, 但是当我看到排名的时候, 我发现我还是差两名才能经验, 但是同样的分数在其他学科已经是比较靠前的了, 所以我这三年的考工考编全部都失败了。 前几天我爸爸出了一些事情, 这可能是会影响到我的正式, 所以我现在只能被迫放弃考工了。 决定放弃考工的那天晚上, 我哭了, 而且哭了很久。 我发现我已经十多年是没有这样去哭过。 这三年以来, 或者说这六年以来, 我没有任何的爱好, 基本上也没有学习任何一项技能, 没有好好地去陪伴我的妈妈, 没有长时间地出去旅游过, 当然也没有赚到钱, 甚至因为读研交学费和生活费, 我掏空了我自己所有的积蓄。 我好像已经把考工当作精神上的寄托, 我甚至还跟以前考研的意识一样, 总觉得只要考上就好了, 我意识到, 我似乎有一刻我意识到我好像已经病了, 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一切感知变得非常的麻木和冷漠, 仿佛只有上岸才是我的解药。 但是我最近几天也慢慢想通了, 也许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情就是命中注定吧, 上岸也不一定能够持久地治疗我精神的评级和我现在的焦虑, 人生也有很多事情远比考工更重要, 学会接纳自己的平庸, 做一个自洽的人好像才是人生永久的课题。 最后,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本频道。